歡迎再回到清晨杯的現場 那畫面上看到的就是在清晨杯 別具特色的3P組的較量 那當然這一次的3P組 特別安排了新一國手 或者是專業的教練 跟自己的父母親還有兄弟姐妹 一起搭檔來進行 所謂的明星家庭組 第一場比賽將是由李俊玉 李爸爸 帶領著李陽跟李梓珍 要來面對由黃昭琴 陳媽媽 帶領著陳宏林跟陳宏佳兄弟黨 第一場比賽就是 等於是有點像是師徒對決吧 因為這個宏林當然就是李陽的教練 那宏林過去在南雙部分 也是世界頂尖的選手 那當然轉做教練之後 更是幫助台灣 達到了去年東京奧運的南雙金牌 那當然李陽跟爸爸李俊玉過去 其實就有參加過親子組的部分 那另外宏林也過去都參加過清晨杯 那當然李陽跟李梓珍兄妹黨 在今年的這個亞運國手選拔呢 當然都紛紛的入選 所以在今年九月份的杭州亞運 那李梓珍也要來出戰 那女雙的部分 那李陽跟麓珍男雙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另外在宏林跟宏佳的部分呢 那宏林當然現在是台灣國家隊的教練 那另外在陳宏佳的部分 現在是在這個基層的這個國中來任教 小小白不國中來培育我們下一代的種子 所以這些選手呢都有一定的實力 這絕對不會是打健康的 這是世界級的水準 什麼時候我也可以看到這個小馬跟妹妹 然後還有家長一起打 好未來可能看看有沒有機會 對我們看小小白跟這個小馬搭配 然後再加上媽媽一起來打這個明星 家庭組應該是蠻有趣的 對 那其實有時候場上有一些家長長輩們 其實有時候也都是球隊的球友 這兩隊的這個家長都是練夾子 看到這些球給的速度 對 球零都很長喔 是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都具有一定實力 好 比賽這次開始 這個小球 拿到分數 好 怎麼挖這球沒有放過去 2比1 對啊 陳鴻林其實也是 之前台灣 混雙的好手 所以看他今天跟媽媽配的狀態 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那這場比賽就是動一動熱熱身 就是不要受傷最重要 是 好球 那蔡媽媽在前排籃到 對 當然其實混雙的打法就是有更多的鋪陳 就是讓對手去調動對手過後 然後製造機會讓自己的搭檔 有一個比較好擊球的位置 是 那有時候可能在後面 可能要提醒一下前面的人 來 注意前面 哪邊 然後去提醒他 啊哈 哇 剛剛 李爸爸 這一個飛身撲球救球喔 哈哈 呵呵 哇 就是這一顆 對 可以看到 父母親打球也是很拚命的 對 腳很軟Q耶 對 所以小孩在場上飛撲就是 有其負必有其 嗯 好球 這一個防守 哇 可惜 李宝贝 这球没有过 有了 对不起 过回去 好 目前4比3 再调同样的位置不过大了点 李宝贝表情很可爱啊 5比3 有了 这个斜线给的精彩 老李扬这球拿到了分数 好 再放短 哇 哇 李宝贝 这球 给的不够 但是第一球是给的很漂亮 对 有时候 他们在场上打球 我们都会说不要太狠心 太坏心 嗯 这球放过去了 刚好落在腰带的位置 给的 给的 位置非常好 嗯 这边 转发发出界 7比6 哇 这球 这妈妈碰了一下 形成界外 8比6 好 宏林教练 给这个中路 给李爸爸一点困难 练一下 哈哈哈 李爸爸的机会球 这个斜线不错 再一个 哇 这一颗 有没有压线 我觉得应该有 哈哈哈 好球 好球 可以看到连续 两个 李爸爸的进攻 哇 这一颗 犀利 嗯 这一颗 血纖鱼妖的飞扑 李爸爸还原 哇 真的 老当义壮 漂亮的防守 哇 李洋的防守应该就这样来的 小时候就是看爸爸都铺来铺去 对 这个 基因啊 不会骗人 哈哈哈哈 这个铺球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是 因为你铺不好 其实是会受伤的 那当然其实铺球就是你的重心 需要放低 然后 擠完球之后 你的手要去做一个缓冲 可能身体也要去做一个缓冲 好 陈妈妈这一球没过之后 形成11.7 李爸爸的发球 嗯 这个小球没过 是一个小球 还是一档的 嗯 是一档的啊 還有這幾顆的防守 哇 李爸爸把最後這個反拍給歪了 可惜 想要去做一個手法的一個變化 對 還第2時間喔 對 這個落扁 好球 10比12 侯林教練 好 林教練 這一球出技 好 目前比分來到13比10 上個八十比 高球出技 好球出技 好球出技 超球出技 好球 突然分到了邊線 連續加壓李洋防守之後 換攻李爸爸 但是李爸爸已經是由備而來了 這一顆 沈茅茅拿到分數了 突然拍面做調整 這個機會球沒有殺過去 有點太甜了 不太習慣這麼甜的球 15比11 給到底線 把這球到底有沒有在界內 最終來看裁判認定 好 那這一顆是落在界內 所以形成了16比11雙方要換邊 好 那我們看到 在明星家庭組的部分 現在要球員交換 那有兄妹對上兄弟黨 對上李洋跟紫真 那目前比分16比11 那現在輪到李洋跟紫真是混雙啦 那洋林跟洋家變男爽啦 那洋林跟洋家變男爽啦 兄弟跟兄妹的對決 準備 那紫真在去年 包括在葡萄牙以及雪梨的國際賽 都拿到了金牌 那今年也當選了亞運會的國手 那要跟哥哥李洋連妹來出職 那當然哥哥是參加男爽 妹妹是參加女爽 那當然這個國家級的教練 陳洋林也是要跟著這個團隊 一起來幫助我們台灣在羽球上面 有更好的成績 那弟弟洋家現在是在基層服務 這個兄弟黨的組合可能比較沒有見過 但是兄妹黨的組合應該是有 對 因為其實洋家是單打手 所以他其實是到了大學之後 就比較少去專注在球場上的訓練 那這個洋家過去也是甲組選手 所以這個實力不在話下 是 可以看到場上的節奏就加快了 對 在這個爸爸媽媽下去休息之後 哇這個年輕一輩來互相的爭奪 節奏完全不一樣 前半局還有敬老尊賢 哈哈哈哈 哇這一邊洋林教練沒有放過去 好推後場出鏡 那我們看到這個洋林洋家兄弟黨真的長得非常的像 哈哈哈哈 很像是雙胞胎在打球 那髮型類似那都帶著眼睛 對 好 只剩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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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落點 推到後場 十六比十八 十六比十八 哦 在這個球往上滾了半秒鐘 哇這個球很調皮的 十九比十七 李洋的發球 連續兩個小的 哇突然加壓 哦速度帶起來了 好 再做一個假動作 李洋的中路殺球 哇再一個漂亮的假動作 哈哈哈哈 這就是奧運金牌的水準啊 可以看到李洋的虛攻 這也是他滿擅長的出手 哇這一拍 雙方都打得很辛苦 有流流汗 有練到 這可能是會喘的囉 還有 沒有 這一個分球出界 好 指針敲敲敲頭 十八比二十 哇可惜 在後排 空家掛網 二十一比十八 嗯 指針也跟哥哥一樣 做一個虛攻球 而且順利拿分 對 對現在大概就是 復仇的好司機 教練平常很操 對操一下教練 對 好虛家的掛網 那比分來到二十四比十八 在後場 直接斜線的扣殺 紅家這一關拿得精彩 對其實打法上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紅家跟紅林其實 一個是算是退居教練 然後一個是算退役的選手 那其實在力量上 當然是比較沒有辦法跟現役的選手去做抗衡 所以在打法上可能就要做更多 弱點的變換 二十比二十四 當然也包含 預判跟預測 就是對手出球的 球路 再追一分 現在剩下兩分差距而已 有 這個反拍 紅家 沒有打過去 好出界 好出界 好利昂在接發球之後 連續的加壓得分 二十六比二十三 漂亮的分球 是 這個有練到了 可以看到在出手最後的瞬間才去做 球路上的變換 當然其實一部分也是去觀察對手 有沒有受到自己動作的影響 中路的進攻 那 紅林紅家再添一分 來到二十五比二十六 李陽這個分球 紅林教練來不及 扣殺 形成了一個幸運球 但是李陽 這個發接發之後呢 直接打出了界外 漂亮的虛弓 在後場這個動作呢 又騙到了 紅家紅林 三十比二十六 李陽跟李梓珍來到了 賽末點 好 結果紅林教練在後場的掛網 最終是由李俊義 李陽以及李梓珍 擊敗了黃昭琴 陳紅林 以及陳紅家 在這場明星家庭組的第一場比賽 齊開得勝 非常恭喜 所以最終當然是由這個李陽跟紫珍呢 留在場上拿下比賽的勝利 當然這是這些現役的球員 還有教練 他們這個趣味的競賽 也是幫這個清晨杯來暖暖身 也增添一些趣味 是 當然在第一場的明星家庭組之後呢 今天其實在下午場的部分呢 都是 所謂的 比較別開生命的一些搭配 前面看完明星家庭組 後面後頭還有這個 藝人明星團體賽 那當然在第二場